我们就自爱一分钟 运安会经过四个多月的调查 终于将408次太乳格号的事实资料报告对外公布 这个部分因为已经记录器已经停止了 所以我们没有车或车上的影像 但是可以模拟就是它从上面滚落 现场搜证一一还原真相 当天上午9点27分05秒 工程车上的行车视野辅助系统 因为车子滑落边坡而中止影像 9点28分27秒列车刚出和人隧道 同一时间发现有移工在路旁挥手警示 乘客也听见车长发出长鸣笛声 有降速的迹象 但列车就在28分34秒撞上工程车 从发现异常到事故发生 反应时间不到7秒 可以看得到司机显然在碰撞之前 他已经在刹车了 反应时间我们还要考虑到说 第一个有这个隧道你刚出来的时候 突然变得很亮 那么司机也没有办法马上看到 还有一个就是这边其实有弯道 运安会证实台铁相关人员和承包商 对于劳安人员提醒的 施工安全措施没有作为 加上泰鲁格号在途中 两度因为平交道告警停车 比表定时间晚6分钟经过事故现场 运安会主委杨洪志认为运气很不好 东兴营造的这个安慰的人员 是也有记录说 应该要至少要放这个纽泽西户 但是台铁跟联合大地呢 是怎么样的没有回应 东兴营造也没有编列预算 运安会也公布死伤统计 死亡49人占整体人数9.8% 轻重伤有213人占42% 其中伤亡有82% 集中在第8到5车 死亡的47名乘客 占票就有30人 事故真相呈现 该究责检讨的相关疏失 一个也不能少 左右这个列车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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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